乌克兰靠近白俄边界枪声大作 乌军实弹演练 还把目标车辆喷上Z字代表俄军 而在俄罗斯最新一批动员征召的士兵 也开始持枪训练 俄罗斯防长肖伊古亲自监督 乌尔双方加紧练兵 而美国总统拜登接受CNN专访 大谈对普京的看法 拜登认为普京打从发动战争 就是严重误判 导致现在走投无路 三天两头就提核武威胁 美俄两大强权闹僵 才传出普京考虑在G20和拜登会面 拜登却说现在会面不意义 此外德国援助的防空武器 已经送达乌克兰 而挪威和美国共同研发的防空系统 也正在路上 防空系统再强大 拦截率还是达不到百分百 乌克兰希望西方多给长城武器 才能结束这场战争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